詳實打開口牌 說明你撻地 我最差的 這件事就發生在詳實在位於洪水橋的樓盤叫Leo 他在2021年買 買了大概八成 現時的貨尾有14間是撻地貨 以一個深水炸彈的形式 砍了兩成多 能否炸得穿個屎 我不知道 但一定炸到那批撻地的買價 事關詳實的銷售部經理 重新公司的立場 如果重新出現差價 他一定會向他訂的買家追討差價 事實上 詳實做這件事 其實是有例可遜 2009年的時候 向大坑名門的他訂買家追討差價 後退訂金的損失 還要支付88萬至225萬 發展商追到差價的權力 其實在整式合約是寫得很清楚 每個買家買樓簽約的那一刻 都會看得很清楚 白紙 黑紙 我都拍片說過 只不過以前樓市好的時候 樓價10級以上 就算有人撻訂 發展商很輕易地拿個單位 原價買出去 甚至重新的價錢 有機會比以前買得更貴 所以這13年來 追差價這件事是沒有發生過 現在撞正大跌市 而在Leo這個項目之前買樓的人 基本上虧了兩成到三成 有些人就選擇成交 有些人就被迫撻訂 但是有些人心存僥倖 博國發展商不追他們的差價 就選擇撻訂 詳實的作風就告訴你 你敢撻 我敢追 你可以說他有機會做騷 但也不排除他真的追你 好像名門事演一樣 他做這個舉動 帶出了一個很強烈的訊號 他希望每個買新樓的買家 都作為一個好學生 乖乖地去成交 如果真的撞正跌市的話 就比一比投資失利這個學費 不是的話 這把追差價的上方保證斬下來 你除了選手的訂金 還沒有買樓的權利 基本上發展商劇多少錢 你都要補多少錢 即是你成為發展商的包底 新買家買得多爽 購買家就有多傷 在投資的角度 應書受罰無可厚非 但是洪水橋neo這個項目 大部分選擇買在這個地方的人 都是年輕人 大部分貪這裡便宜 可以用一成或者兩成的首期上車置業 而在2021年 劉花的項目 不可以用職工上會 他們只可以選建期 現在這件事就告訴你 建期真的會出大事 即是他們儲了錢 買了一層樓 很不容易等到那層樓可以收樓了 他們開始做按揭 遞了文件給銀行 銀行告訴他們 黃先生 你這層樓沒有了兩成多 我們借不到那麼多錢給你 你要抬錢神會 幾個問題 但買家是極之震驚 腳又震 人又怕 他手機沒有了 還要抬錢上會 基本上買得那地方的人 手機都遇到蚊蚊 很容易就大七預算 而在這段大概半年或三個月的時間 他籌不到錢的話 基本上只可以被迫打地 這件事實屬無奈 希望詳實可以著情地處理 不過追差價這個權利 都是發展商的 他都是按合約精神去行事 合情 合理 合法 詳實拿著合約上這把刀 用或者不用都是他的權利 其實我見到這個新聞 我只想到三個觀點 第一件事 他出口術是為了做事 方便告訴別人 他新推這些他訂貨 究竟便宜得如何 第二件事就提一提 買新樓那班賣家 如果市場真的跌下去 要做個乖學生 都要乖乖地成交 不是的話 你都會被人追差價 第三件事 就是利益掛稅 真的用把刀劈下去 告訴他訂賣家 喂 我賣便宜了 麻煩你放水 那這件事究竟會如何發展呢 希望這件事是一個市場的市場 不過事實是怎樣 我們只可以等財後報告 今天的時間就是這麼多 我是努逆小王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